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止卖便当 蔡英文办公室打出 只要捐款就可以和蔡英文合照 但是合照的支持者多到要排队 蔡英文的第一波募款活动 宣告成功 转眼4000万进账 打选战需要淫弹 蔡英文本来要打铁趁热 在29号推出第二波的募款活动 不过南马都台风搅局只好稍稍往后延 但是不排除在未来几天 就会把这个募款的这个相关讯息跟活动 介绍给各位知道 毕竟民进党是一个没有党产 完全是靠着这个人民的血汗的这个捐款 支撑起来的一个政党 蔡英文的第二波募款秘密武器 就是这一本叫做真实蔡英文的小手册 包包30月不到试图用12个感人的小故事推销蔡英文 翻开小手册蔡英文写着她对小额募款的坚持 蔡英文说小额募款不是小钱而是来自土地代表正义 我们是人民用小额捐款支持的政党 也是人民用选票支持的政党 翻到最后才发现这本小手册的重点 其实应该封底 小额募款邮政华波专户的账号 统统写得好清楚 只是民众看了这本小册子 会不会感动到愿意掏钱捐款 蔡英文还要支持者拭目以待 您的新闻侯清理吴永安台北报导 规定是人定出来的绝对是可以改的